那么这些在我们今天来看都不是关键 关键在于太平轮这么一个庞然大物 怎么在这个汪洋大海上 应该说目标显而易见的时候 居然就和运煤的货轮叫建元号 居然能撞上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那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 还是有其他人为的因素 那么咱们要说清这个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来与上海黄埔江码头和台湾基隆之间 那么这艘船的大背景 咱们前面说了是国共内战 当时的情况是什么呢 1948年到11月2号 辽沈战役打完 东三省大门关闭 国民党在整个东三省全面实施 那么辽沈战役不仅仅是 国共力量上的一次简单的此消避掌 更主要的是这一战呢 极大的动摇了国民党的军心 那么接下来 1948年11月6号开始 淮海战役打响 打到1949年1月10号 历时66天 淮海战役结束 这一战 基本上把国民党的一些主力部队 给消灭差不多了 共产党投入60万军队 国民党投入80万军队 双方正规军140万 加上民兵 加起来有600万人参加 那可以说惨烈异常 结果最终在1月10号 邱清泉引弹自杀 杜宇明被俘 淮海战役结束 这个时候意味着 国民党大半壁江山已经丢失了 大势已去 败势不可挽回 所以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呢 有相当多的北方的人 在战乱的时候往南跑 往南跑眼看 国共两党是打仗 战火就要烧到长江以南 这个地方又不太平 所以一旁边呢 有很多害怕战争的人呢 希望能够跑到保岛台湾 因为那时候台湾呢 在这个四五年以后呢 从日本人手里已经收回来了 有很多人为了躲战争往那跑 还有大量的 国民党政府的工作人员 兵败如山倒 就等于是要从大陆逃亡到台湾 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呢 东南沿海地带的船只 前往台湾呢 成为非常非常热门的船只 这个船票变得相当难买 原来仅仅是呢 两边屠杀 因为从这个日本人手里 收回了台湾之后呢 台湾百业在兴 所以很多时候需要大陆这边呢 预出大量的货物 带来很多商机 所以那时候东南沿海船只呢 往台湾去的特别多 你包括就是上海黄埔江码头 和台湾基隆码头都有记载 基隆码头记载的是 每天基隆这边从大陆这边过来的船只 有五十艘之多 既有载客的 又有运货的 就双方商贸往来特别多 但是到了四九年这个时刻 它的主题已经不是商贸往来 这个时候太平轮 作为一个庞然大物 因为它的载重是两千零五十吨 上边呢 这个船舱也比较多 能够载客的量也比较多 它就成为大家盯住的一个焦点 怀着各种各样不同目的的人 都希望能够得到太平轮的船票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看太平轮沉默的第一个原因 就忽之欲出 是超载 你看前面我说 太平轮上总共登记买票的人 是五百零八个人 但实际登船的人超过一千人 为啥 那个时候你只要跟船员关系好 很容易就可以直接登上船 当时的船票也很紧巧 它已经不能用钱来买了 因为当时国民党的法币 已经通货膨胀了 甚至一麻袋的钱 买不了一麻袋的面 都到这种程度上 所以当时买船票都是什么 都是黄金 就我们说小黄云那小金条 都要用这个来买 还有更多的人没有钱 停车走险 我就是往船上跑 所以当时船上呢 这些士兵呢 甚至鸣枪侍警 都不要再上船 不要再挡不住 那么原定这艘船呢 是1月26号开 为啥呢 它开两天三宿 到1月28号晚上呢 就大年三十的晚上呢 它能在春节出席之前 能开到这个基隆 所以这个船是年前的 最后一班了 它非常紧巧 可是没有想到的是 1月26号这天没开了 为啥 要运载的东西太多了 刚才我说超载的 请不吝点赞 转发转发声明 还是要转发声明 这次贵的东西太多了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